最夸张的一次是跟他吃饭 吃到隔壁两个包厢 全是我们的证明 随便买个单 少则几万 多则十斤 最后因为你不喝酒而慌 只有跟你喝醉过 我们俩的感情才会越来越近 如果你的老公很爱应酬 常常晚回家 你们俩经常因为这些事情吵架 你可以把这条视频转发给他 如果你是一个事业刚起步的男孩 看完这条视频 或许会对你未来的人生有帮助 就算是没有帮助的话 至少也可以让你思考思考人生 我老公有一个特别特别铁的兄弟 查出了癌症 得病前他是一个青年才俊 朋友非常非常的多 如果我要去一个外省玩 吃什么住哪里 我首先会问他 仿佛他哪里都去过 什么都吃过 知道很多 在这里要解释一下 他绝对不是一个纯粹的玩咖 他的生意做得非常好 除了自己的主职做房地产 做得很好之外 他还涉猎金融物流广告以及电商 我们认识十多年了 十多年来我们相处的饭局都是他一个人出来 你和他吃顿饭或者是喝个茶 他总在接电话 所以如果说是家庭和家庭之间的带孩子那种聚会 我永远不会想到这个朋友 用我老公的话说 就和他吃一次饭到提前三五天预约 而且这个饭局通常是拼盘饭局 吃到后面人越吃越多越吃越多 最夸张的一次是跟他吃饭 吃到隔壁两个宝箱里全是我们的阵地 饭局上他可蒙了 公愁交错 不停进就 基本上吃完这一场 还有下一场 而且下一场几乎是没有人清醒的 几位太太除外 因为太太的职责就是要护送老公回家 每一个太太到了第二场都会觉得 这也太浪费了吧 唱歌就唱歌 要点这么多的龙虾 果盘 还有各种各样我没见过的好吃的 虽然说东西没怎么吃 歌也没怎么唱 但是该付的钱一个子都不会少 这样的局啊 你知道吗 随便买个单 少则几万 多则十几万 开几瓶非常厉害的酒呢 几十万都是有可能的 反正每一次见他 就是这个熟悉的老三样 那他不喝酒的时候 平时在干嘛呢 不是在朋友圈指点江山 就是在朋友圈 炫和大佬的合照 总的来说这个朋友 你始终会觉得离他很近 但是又离得很远 这种感觉大家懂吗 好 当他病一查出来之后呢 就在朋友圈消失了 也在这个社交圈消失了 再一次见到他不是一个饭局 而是他约我们喝下午茶 在河边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包间 他带来了很多好茶 跟我和我老公分享了很多人生感悟 说真的啊 我和我老公自认为人生感悟非常多 但是还是觉得听完他的分享之后 就很有必要做一条视频跟大家来分享分享 第一他说没有一个甲方会威逼一个拒绝喝酒的人去喝酒 也没有一场生意所有都落实了 最后因为你不喝酒而黄了 所以应酬的真正原因你不要说的这么伟大 是为了什么家庭为了孩子啊 为了这个公司 其实就是你想喝 第二他认为很多男人都会这么觉得 只有跟你喝醉过 我们俩的感情才会越来越近 生意才好聊 事实上这是不成功的 除了喝酒之外 普通的吃饭喝咖啡喝茶 其实都可以做到的 我这个朋友说他戒酒之后生意更好了 因为在清醒的时候 他能非常准确地判断出在谈判桌上 对方的诚意有多少 自己要根据对方的诚意怎么样跟进 第三长期酗酒应酬的人 绝对不仅仅是影响到了身体的健康 其实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是 影响到了心理健康 他说喜欢应酬的男人 大多都喜欢吹牛 在饭桌上你也吹牛 他也吹牛 突然就会让你觉得 我好像是最怂的那个人 所以这样的饭局混多了 往往会心理压力非常的大 其次在这样的饭局当中 遇到的身份比自己高 钱比自己多 话语权比自己重的人 就本能有一种跪舔的姿态 其实男人这种跪舔的姿态 多了以后 是非常的消磨他的润气的 长此以往的男人 往往是既势快又油腻 说实在话 那一次跟他喝下午茶 我真的是感觉 好像十几年前他结婚的那种 少年的状态又回来了 因为整个人销瘦了很多 人生又多了很多思考 而且有个细节 就是我们聊了一下午 他的手机就没有想过一次 他说他没有那么痛恨这次生病 反而有点感谢这次生病 让他看清楚了人生很多很多东西 首先话聊之后 他的事业是越来越好了 其次话聊之后 他和他太太以及他孩子的这种距离 是越来越近了 我觉得他跟我分享的这些 就是不仅让我对他这个人 产生了思考 其实对我自己也产生了思考 就是我有段时间做视频 我会觉得非常的痛苦 因为我每一条视频 我都是希望他有一个 什么样的量级 能够给我带来什么 但是现在我不会了 我会选择更加平和的心态 去对待做账号这件事情 也会更加谨慎的 在我的视频里面 去传递所有的好物分享 当然这次谈话 对我老公影响也是非常的深的 跟他谈话之前 他一直觉得男人成功 一定要社交非常的广 后来听完这个朋友的分享 然后再回来的路上 我老公跟我说 社交固然重要 但社交一定不是评判 事业成功的标准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在酒局里面 迷失自我 小酌疑情啊 但是如果经常酩酊大醉 丑态百出 甚至是失去身体健康 我觉得真的是大可不必了 还有就是真正的友情和事业 其实是不需要酒来维系的 做酒的老板出外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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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